對不起,針對廣辭國外院的這個案子 我在這邊就是說呼籲 之前因為已經整形規劃過 後來因為兩趟之間有所謂的仲裁的問題 導致於這個案子 現在目前很多居民都不清楚 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而我們常常必須要在基層跑的時候 要告訴居民現在目前的進度是如何 那所以我希望 不管未來的如何規劃 或者是進展如何 希望尊重當地的居民 不管是里長或是里民 請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下一個要承接的一個所謂的開發公司 必須要跟里民溝通清楚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剛才有提到 之前跟博德開發公司之間是有一個爭議的 那目前也走到所謂的一個仲裁的階段 那仲裁的階段 以如果說仲裁的階段 第一個部分 突銷地上權是台北市政府贏了 沒有錯 那地上權也屠銷了 但是在我們仲裁的結果裡面有一些問題 我必須要提醒委員 其實在這個廣時博愛院開發 大家都期待 也都希望 但只是希望它更清楚明確的一個方式 有一個問題 在102年 數字的113號判決裡面已經明確了 原告及台北市政府均不受細貞仲裁判斷以油之拘束 也就是說地上物突銷的同時 其實它一些束保環保什麼都要繼續再進行 因為契約沒有完全中止 我希望委員在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將這些部分納入考量 那第三個 剛才張茂蘭張議員有提到 之前我們的社服用地 它的容積是210 可是呢 現在要主張提到400 我想知道一下 我當地議員我想知道為什麼要提高到400 提高到400 容積要增加 也就是代表你戶數建築物體要增加 是不是可以告訴李明 你增加到400的用意是什麼 第二個 台北市政府好農賓的這一屆的任內的一個重大政見 要把社會住宅蓋到4408戶 好 那現在 我如果記得沒有做博德開發公司之前 跟台北市政府的一個契約內容 是有200戶 那你提高到400的時候 我有聽到一些消息 也希望主席跟各位委員 還有相關單位必須要說清楚 今天樓下有很多當地的居民 有來澄清 抗議 那希望就是說這400 你是不是猶如小道消息 你要增加社會住宅到1500戶 那當你要增加到1500戶的同時 有沒有尊重當地居民的一個意見 那這個部分也希望我們今天委員會裡面 可以把它就這個問題討論清楚 讓當地的一個代表李明 甚至於里長 了解這個400的容積 你為什麼要提升到400 我相信這個東西是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 是符合我們地方居民所應該了解的一個 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理由 那以上是建議在這邊第一次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下面請陳立會議員 在那個辦公室